神舟浩土,修真炼道游升 正派借天地灵气修仙御法 魔教解密血煞武养阴炼术 正魔杀伐不断 百年前,魔教几大宗派杀上中原 天下危急 清云掌门天成子持诸仙剑击溃魔教 为正道带来百年忠心 谁知魔教邪武嗜血猪一落世间 朗朗乾坤 暗潮在岂 张小凡对灵精语第九十八次挑战开始 小凡,放马过来吧 不会让着你的,最好不要 我才不要你让着我 我要凭自己实力战胜你 看剑 那你可要加油了 小凡被下场了 张小凡,又是你 对不起张婶,我等下再把你收拾 我看欠收拾的是你 不是这边儿,小心点儿 对不起,对不起王二叔 你别跑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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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帮家伙,我要你们好看 你搞了,还没人输 还不一定谁输呢 我输你九十七次 不代表九十八次都一定输给你 我们八十四代赢不了 别走 还要继续比吗 少废话 我们还没有打完呢 好 今天 我再让你输得好看 服不服 我不服 不服 就让你心不口服 我怎么 小范 你没事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 阿弥陀佛 你这孩子 质敌有道 根骨也不错 资质可算极好 哪来的老和尚 小施主 刚刚只要认个书便是了 何必苦苦支撑 若非老那出手 你只怕一百百送了性命 小范 这老和尚孤立孤乖 我们走 快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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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 让你爹和你一块儿去 不用了 我自己去 我佛慈悲 阁下道法告身 为何要对无知孩童下手 只怕有失身份吧 邪罪显示 招招遮掩 不愿露出本家真功夫吗 不喜欢 你竟敢修炼此等祸害人间的邪武 今日绝饶不了你 快快 烧死 七位武功 原来你是冲我来的 不错 我便是专门冲林谱 适合上来的 把那东西揪出来 饶你不死 望我命中还有一个质子 早该想到的是为他而来 要我将这只须之物给你 妄想 你借你的佛祖去吧 哼 哼 痲 你张 他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好本事 重伤之下还能破我的毒血尸王 好那就算今日必命于此 也要献出了你这个妖人 哈哈哈哈 出家人竟大狂 阁下如此道横 怎的却不敢见人吗 好啊 今日便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由天玄上 化为神雷 惶惶天雷 请见你去 神仙与雷真诀 已即是青云门下 这便是道家阵法的大能大力吗 我佛慈悲 阿弥陀佛 我回来找你的 阿弥陀佛 海童无辜 绝不能让妖人死地灭狗 若让这两个孩子败入青云门下 连我那佛道双修的夙愿也 天地不仁也万物为出狗 鬼依啊鬼依 哈哈哈哈 鬼依啊鬼依 我到底还是要服下你这一刻 三日必死完 鬼依啊鬼依 bee 没想到伤得这么重 先别动 你被剑气所伤 我正在为你疗伤 一凌云门ma 不用担心 你朋友并无打碍 天亮后 Lighting 这风大雨大 你一个小孩子家为何来此偏僻之地 傍晚时 天要下雨了 我心想给你送点吃的来 善哉 善哉 万物皆是缘 命中早注定 我佛慈悲 老那有一套修行法门 小施主可愿意学吗 修行法门 修行法门就是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 或许还能够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呢 真的 不过 你要答应我几件事 你说 学完后绝不可对旁人说起此事 就算是至亲之人也不能说 你办得到吗 你办得到吗 我办得到 我死也不说 另外 你每日一定要修习这法门一次 但不可在人前修炼 只有夜深人静时方可修行 你办得到吗 每日修炼 不可以在人前修炼 只能夜间修炼 我办得到 还有 最最重要一点 不到生死关头 且且不可施展此数 你 办得到吗 那 是什么 我问你办得到吗 嗯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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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已服下了三日必死完 只有最后三日可活了 日后你要是性命危急 可找一个叫诡异的人 就说是天因死的普制和尚 让你找他的 天因死 这个珠子送给你 你要好好守起 不可让外人看着 待你日后安定下来 找个圣谷悬崖 把他扔掉 但是 记住了没有 还有 刚刚我告诉你的名号 也绝不可对外人说起 是 你我有这般夙愿 也不知 来神可会相见了 孩子 你就跪下给我磕三个头 叫我一声师父吧 是 师父 现在 准备来跟我背诵这套口诀 小凡 醒醒 小凡 师父 师父 什么师父 好冷 我怎么在这儿 我记得 我明明在家里睡觉的呀 小凡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也好冷啊 鲸鱼 我们快点回去吧 你给我等一下 你怎么感觉村子里怪怪的 王二叔 鬼呀 鬼呀 王二叔 发生什么事了 鬼呀 这都是恶鬼 这都是恶鬼 王二叔 王二叔 这都是恶鬼 你怎么了王二叔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王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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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你 王二叔 王三... 王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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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 你们快出来呀 我想你们了 爹 娘 小凡 静云 这件事 都不是真的 对不对 都不是真的 小凡 家没了 翠子没了 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害怕 这里是青云门 是我借你们晕倒 把你们带上来 我是萧义才 师尊们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们 你们随我来吧 灵尊 灵尊息怒 他们是师尊特意召见的 灵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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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七年前我派青叶祖师收服的上古神兽 灵尊 睡起来 不知今日是否敢知道了什么 突然后叫 你们不用害怕 灵尊已经通灵 不会轻易伤人的 嗯 经弟子搜验 屠孙者修为不浅 军事一击毙命 可雷娜草庙村上下四十二户 竟就只身还三人 鬼啊 鬼啊 鬼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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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弟子交代同门师弟 料理草庙村后世 先行将幸存三人 带回了清云门 把另外两人也带上来吧 真人 我们村里的人全死了 清一定要查明真相 说说 你们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 回禀真院 我只记得晚上 在家里床上睡觉 但早上醒来 却躺在村口的大树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我叫醒了小凡 我俩一起跑回村子里 便看见全村的人都被杀了 好 我爹 还有我娘 他们 那你呢 张小凡 我大有事不要保密他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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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这样看来 你也对昨晚之事一无所知了 带他们先下去吧 是 我清云门历经千年 自清云祖师开派之时 就历史除魔未到 现在 我们连脚下的一个村子都保护不了 还如何斩除邪碎 立足正道 不管怎样 天道相善 我们不可对草庙村遗孤置之不理啊 这两个孩子 身世孤苦 可我已经多年不收徒了 不知哪位师弟 可将他们收归门下呀 啊 掌门师兄 今日我一见那林京宇便觉得投缘 想是与他有溯源在 不如就让他投入我门下吧 商师兄 你门下已有两百弟子 个个都与你有溯源的话 你的缘分未免也太多了吧 天云师弟说得对 说到弟子人数 你们最少也是百人以上 我大竹风一脉只有七人 也太不像样子了 不如 不如 就让张晓凡去大竹风吧 以田师弟的气形 未来他一定可以成为 你们大竹风的骄傲 我什么气象 林京宇 此人虽耕骨齐家 但除我龙手一脉 怕其他师弟 无法将他非凡前置逼出 我认为 他与我注定有一段缘分 好你个苍蜂 好了 那就让林京宇 投入你门下 张晓凡去大竹风吧 师兄 这 此事就告一段落 诸位师弟当需上心 尽快查明真相 是 京宇 我好想回家 我们回不去了 小凡 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命运 要握在自己手里 这是龙手风的手作 沧松师叔 以后 就是你的师父了 你跟他去吧 那小凡呢 你不用担心小凡 清云门 自会安排妥当 走 走吧 小师弟 跟我们走吧 我叫宋大人 以后咱们就是师兄弟了 哦 别让人欺负了 清云 小师弟 咱们也走吧 哎 天地不忍 何苦为难无孤儿 你猜 我有机密需你去办 且随我来 是 师父 我怎么愁眉苦脸呢 小师弟 笑一个 笑一个嘛 看这细胳膊细腿的 底子行不行啊 得了吧 你像他这么大时 腰跟后山的竹子 差不多戏 哎 小师弟 你练过什么功夫啊 肯定练过了 还有自己的武器呢 还给我 还给我 别弄他了 别拿呀 你们干嘛呢 我们 闹出坑的 小师妹 对对对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孩子 修不修啊 咱们跟小师弟玩的呢 就是啊 记着 他刚来大竹风晚上下的直尿炕 还有你 刚来师殿工怕苦头吃八豆装病 你的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 再欺负他 我就告诉爹和娘 对对对 灵儿 爹 您 师父 师娘 这是小师弟 这是小师弟张小凡 以后就是我们大竹风的一员了 小师弟 这些都是你的师兄 这是郑大理 吕大信 何大智 吴大义 最后这个嬉皮笑领的 叫丁毕书 欢迎小师弟 小师弟 小师弟 准备给师父师娘敬茶吧 嗯 师 师父 请喝茶 好了好了 开饭 爹 师娘 请喝茶 乖孩子 以后大竹风就是你的家 我们吃饭吧 嗯 来 小师弟 多吃点 大人 以后老七的修行就交给你了 大人 小师弟年纪还小 你多照顾他一点 是 师父 师娘 你们都听好了 以后有我照着小师弟 你们谁都不许欺负他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小师弟 有灵儿师姐照着你 偷着乐吧 他学的 可是师父的真传 厉害 那当然 当年我爹 可是青云传人中修行最高的 小师妹 我们可以继续吃饭了吗 是啊 你们把吃的都抢光了 小师弟吃什么呀 我这个分给小师弟吃 哦 我爹给小师弟 这是我的 还有好人呢 来 给 小师弟 来小师弟 多吃点 你少吃了 你 Beau 你每日一定要休息这法门一次 胆不可在人前修炼 只有夜深人静时方可修行 明镜堂 是手镜堂 大黄 别叫了 这是小师弟 大黄乖 小师弟 你别怕 这是我爹养的狗 叫大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狗 那是自然 大黄可厉害了 活了至少五十 不 一百年 厉害 不过最厉害的还是我 因为大黄最听我的话了 所以你要记住 从今往后一定要听师姐舞 等会 是 师姐 商量什么呢 大师兄 小师弟 今天要带你开启修行之路 随我来吧 我也去 我也去 那都和我来吧 小师弟 我们大竹风一脉的规矩 初入门的弟子 头三年每日都要来此砍竹 你年纪尚小 你年纪尚小 头三个月里 每日就砍成一根吧 大叔兄 我以前砍过柴 不必担心 接着 看我的 快 小师弟 你快试试看 就这根吧 就这么细 这是我们大竹风特有的黑结竹 坚硬异常 最适合出入门的弟子 锻炼身体打根基 大竹风特有的黑结竹 六十一路小手 卡完了 卡完了 变化了 小师弟 小心了 大师兄 你这吉他突破的方法也不管用啊 我们已经很配合了 方法有的是再试试别的嘛 别灰心 不积溃步 无以至千里 我又让师兄们失望了 时候不早了 回去再说吧 小师弟这几年时间也有点太慢了 我看哪 他还是心念不稳 要是像根竹子就好了 可你呀 受着恶竹官 是像竹子不弯不折 稳固泰然 孰竹泰然 之前怎么没想到 啊 啊 啊 行器纳身 联刑三十六周天 正是第一法门所在 功夫没有白费啊 你可真行 太好了 小师弟 成了 成了 恭喜你了 小师弟 太棒了 小师弟 你可太棒了 师父 师父 都几时了 不做饭了 师父 我 大白痴 回去做点好吃的 你高兴 我们更高兴 小师弟 恭喜你了 肚子饿 这辛苦没白费啊 谁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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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几女才刚入门五年 竟然又突破了太极玄清道第六层 师父亲自教导啊 进步能不快 据说连各封师叔都夸得修道天赋极高 在这一辈弟子中数一数一 林师弟还未和人鄙视过吧 师兄今日就来指点指点你 请方师兄指教 实力不能小觑 据说之前也是得到师父亲权 不过林师弟来了之后 你是我吗 担心被听到 师父要堵着走 不得物理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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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人现眼 林师弟资质过人 这方超不知好歹 差点被师弟给打死了 不过就算这样 师父应该也不会怪罪人 师兄 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当然是等上的贼猴来啊 这几天他天天打扰你练功 不给他点教训 我就不叫香烟了 好香啊 不愧是我们大竹风的大厨 出医院来也好了 哎呀 师父好像不喜欢我做的饭菜 我爹那是端着 你没发现 自从六师兄走后 我爹又胖了几斤 还不是有你修行不好 才故意找他呢 也许我真的不是修行那块料吧 小心烫 死猴子 我的东西也敢抢 今天我一定要教训你的死猴子 师姐小心哪 山路危险 你给我走 师姐 这口气咱们一起出 上来 一定要出了这口气 师姐 这口气咱们一起出 小心师姐 往右边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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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恢复 右边 这儿 这儿 我们从来没来过这里 大竹风我哪里没去管 小凡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把那猴子抓回来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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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怎么回事 师姐 你等着我 师姐 师姐 这地方怎么回事 完全使不上力了 师姐 等着我 师姐 师姐 你怎么了 师姐 你醒醒 醒醒 师姐 师姐 走 这是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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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师姐 小凡 你醒了 师娘 师姐她 好端端的出门练功 怎么搞出这些是非 我倒要听听 究竟遇到什么古怪 让你们如此狼狈 师父 那野猴子好无赖 抢了我们吃的还一路戏耍我们 吃的 你们不是在练功吗 那会儿是在休息的时候 我堂堂大竹风的弟子 竟然打不过一只野猴子 真是丢脸丢尽了 行了行了 还好两个孩子都没事 你就省省吧 小凡 你失血过多 要好好休息 师 师娘 这事 说奇怪也奇怪 说简单也简单 我在后山水潭找到他们二人时 查看四周 并无异常之处 说到底 还是我大竹风的弟子 一个个都不争计 好了 你别过来 这死猴子 又跑哪儿去了 小凡 你醒了 原来躲在这里了 快来帮我追那只死猴子 气死我了 师姐 等等我 大黄 上 大黄 看你还往那躺 师姐不要 小凡 可怜的小家伙 师姐 那你自己管好他 我可不管 不能让他跟大黄打架啊 谢谢师姐 以后将你小灰 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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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竟有些起色了 好 趁着打铁 继续 我青云剑法最是讲究心无杂念 忘了为师是怎么教你的 师父 青云门人持剑在手 容不得半点差池 剑之所向必有所为 非论胜负何其生死 青云剑道竟待儿子 待剑则不配教诲 经剑当谨记修心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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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你斩龙剑 天机圣意 奥南单寸 路阵诸天 汗龙催尘 青云 这名给围师看 配得上这柄斩龙剑 是 师父 好 好 你 好 好啊 可惜 好孩子 没想到你竟有如此天资 为时再传你一招青云门至高剑法 鲸鱼 你准备好了吗 九天玄煞 花为神雷 黄黄天威 一剑一致 我给师姐做的 给我做的 什么东西啊 师姐 没什么 什么呀 都看看 到底是什么好吃的 专门给我做的 呃 有粉粥丸子 水煮牛肉 三线蘑菇汤 双鱼出水 还有师姐最喜欢的油煎都不好 还有 你看 还有这个 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大黄 帮我来吃小白 快 你们 还想藏着 快召出来 大黄 师姐 抢到了 师妹小师弟 别闹了 有客人来了 客人 嗯 龙手风弟子来访 龙手风弟子来访 奇怪 龙手风的弟子来干嘛 龙手风 是不是金鱼来了 看来这龙手风的弟子 喝不惯我们大竹风的水 是吗 田师叔 我没有 弟子林京语 受家师之命前来通报田师叔 通报 哼 你们的师父苍松 近来身份是越发的尊贵了 来我们大竹风传话 都称得上是通报了 别量插嘴 竟连徒弟都交成一个德行了 啊 禀田师叔 家师受掌门道权师伯所托 竹里七脉一英事务 此番前来 并非通报 却是有事想与田师叔商量 那倒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竟轮得到大竹风插手了 事关七脉会晤 会晤中规则有变 特来通报 啊 不 与田师叔商量 哼 规则有变 青云门七脉会晤 从来是铁规如山 怎么一到苍松师兄手上 就要变了 禀田师叔 青云门开派千年 弟子已进千人 兴旺鼎盛 兼音掌门和众位首座长老 领导有方 顾家师与掌门商议 增加七脉会晤参与人数 增加人数 我记得网界七脉会晤 都是诸脉各出四人 掌门再多加四人 道玄师兄和苍松师兄 究竟想要如何增加人数 禀苏师叔 掌门真人以为我被年轻弟子修行不易 未免去遗珠之汉 此次七脉各出九人 掌门再多加一人 凑成六十四之数 抽签对决 共比六轮 各出九人 谁不知道龙手丰人数仅次掌门 苍松师兄真是好打算啊 我大竹丰弟子 倒也不用争着才能参加比试了 师叔 此事是掌门真人的决定 我 静语 小凡 老七 师父 师娘 静语 你怎么来了 我是 小凡 是谁来了 慌慌张张的跑这么急 师姐 这是林静语 就是她跟我一起上的静语山 都听见了吗 咱们大竹丰的弟子 都可以去参加比试了 两位 请自便 大人 你来招待一下齐师职 林师职 是 这位 就是田师妹吧 齐师兄之前 见过师妹 田师妹天赐过人 放眼清云哪个不止 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我还听说 师妹引物早会 如今已突破太极玄境到第六层 我还不知道你 在此 恭喜师妹了 齐师兄过奖了 这次西脉会舞 田师妹一定大放异彩 我得 巧手以盼 小凡 齐师兄如此夸张 小凡 使不敢当 静人 快带我出去转转 好 师姐 我们走 你们先去吧 我待会儿就来找你们 没想到齐师兄对我们大竹风这么了解 快走吧 下班 静语 咱们五年没见了 你过得怎么样 还好 就是练功呗 你这五年 有草庙春彩安的消息吗 没有 没有 每次打雷 我总是恐惧不安 眼前仿佛惨壮再现 一想到这事没有进展 就自觉无言面对他们 小凡 来 还要来挑战我吗 我这次一定要赢你 我可不怕你 我可不怕你 没想到你还留着 少废话 看我的剑 我可不会让着你哦 张小凡与林静语第九十九次比试 我一定要赢你 我一定要赢你 来 你干嘛欺负人啊 师姐 四番 我大竹风的人 不是让你欺负的 师姐 走 放肆 师姐 狩下留情 献奇生意 放肩安寸 宁震珠切 汉龙推成 汉龙推成 师姐 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好大的威风 来大助风 替我教训徒弟吗 没事吧 田师叔 苏师叔 是龙守风弟子冒犯 弟子在这里向各位赔罪 师姐 田师妹 林师弟一时冲动出手 你没有受伤吧 他还没有那个本事 林师弟 还不快来赔礼道歉 林婧宇 说我鄙视疏忽分神 不能全怪静语 怎么不怪他 分明是他以大欺小 仗着自己修为高就 林儿 够了 多有冒犯 弟子在此赔罪 静语自小与我打闹惯了 龙守风弟子 还真是性格鲜明 不义 小凡 我们走 田师妹 还有什么事 要不是田师叔和苏师叔 不与我们满辈计较 恐怕此事难了 事情过了 不说了 田师妹请留步 这盒中 是我随师父剿灭魔教 得来的清凉珠 不是什么宝物 但对女子养颜护肤 有些好处 今日送给师妹 全当赔罪 我不要 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这清凉珠 是我的一点小小赔罪心意 师妹一定要收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别在意了 那师妹不要嫌弃 收下吧 那就多谢齐师兄了 还望你看师妹喜欢 喂 喂 什么 原来就担心你师姐啊 我以为真担心我呢 你们谁伤到了都不好 你这个师姐啊 脾气真大 平时有没有欺负你 去 世界对我很好的 平时都是她照顾着我 吹牛吧 就她会照顾人 我不信 你又发什么呆啊 来大珠峰学习五年啊 你 怎么越学越呆了 还吹运力的 你站住 来啊 话说七脉会舞 你会参加吧 我听师父的安排 七脉会舞六十年才开一次 咱们入门五年就有幸遇上 到时候啊 一定要好好观摩 积累经验 静语 我觉得你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 咱们都要加油 也要给草庙村丢脸 七脉会舞 可不是小朋友玩耍的地方 消息已经送到 林师弟 我们回吧 是 大师兄 小凡 那我们就七脉会舞再见了 保重 清语保重 师姐 傻愣着做什么 快让我进来 把门关上 叫你快把门关上了 好好好 你怎么让那个林精语欺负了 她没有欺负我了 她有那么厉害 你们是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是啊 小时候我们就老鄙视 只不过 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赢过她 原来从小就欺负你 我看她就不是什么善茶 这 这次她运气好 我放她一马 拿 这个给你 拿好了 快拿好 这个是 太极玄清道 第三层 啊 啊 啊 什么啊 快捡起来 我特意抄下来给你的 师姐 要是被师父师娘发现 会被重罚的 你要去告诉师父师娘吗 不 不会啊 那难道我自己去说啊 那他们怎么会发现 你告诉我 你说他们怎么会发现 收好了 好好练习 以后不要再给人欺负了 我 师姐 那个林京宇虽然讨厌 但他那个师兄 跟他一点也不像 齐 齐浩师兄 上届七脉会舞 他也就只输给了掌门萧师兄 那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吧 就算这次比我 他也是夺冠大热门啊 那可不一定 我们有大师兄 其他风的高手 也多着呢 小师弟啊 你觉得这珠子 我带着好看吗 齐浩师兄 看似正经 其实还蛮体贴人的 时候不早了 我走了 对了 什么 给你的法觉收好了 一定要好好练习哦 我走了 哦 臣现在没外人 不行不行 违背蒙规 就看一眼 气中与子 化身万物折眼 化身万物 这法觉 怎么这么熟悉 太极元气 寒三为一 寄与中业 卷石也 行于十二尘 此阴阳和德 其中与子 化身万物折眼 卷石之夜 这第三层真气 竟没有遇到丝毫阻力直通百害 且和大凡波折 有一举人工之妙 这事急了 疼死我了 六师兄 小师弟 我的天 都长这么大了 六师兄 这六宇都去哪游历了 一定很苦吧 那当然了 那你怎么在柴房里啊 呃 我就知道你在柴房 特意先来看你了 六师兄 你正好 哎哎哎 小凡 站上 嗯 你不会 没错 这就是我修炼的法宝 神木头 怎么样 逼开吧 哇 这样打赌 谁都赢不了你了 哎呀 去去去 这哪是拿来赌用的 这可是用一棵千年三株树的精华 雕刻而成的 花了我好些力气 才在南方的赤水之盘找到 这一次七脉会舞 就可怕了 六师兄 你这次一定会大方一彩的 要是我也能去就好了 哎呀 放心吧 这一次我们大竹风肯定有 我都听说了 这一届七脉会舞 每个风各出九人 我们师兄就七人 师父不让你去 难道让大黄去吗 真的 哎 师父呢 我还没去请安呢 哎 不对 六师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不是说一回来 就来看我了吗 哎 其他师兄呢 哎 都睡了 六师兄 你别转移话题 湛龙催城 湛龙催城 是什么 是 姓柳师父真传 这艘威力这么大 你不太紧 湛龙剑可是九天神兵 大师父的寒冰剑 估计都比不上 嗯 不错 师父 这么快就融会贯通了 不枉我对你的苦心 弟子觉得还不够好 现在也确实不算什么 要想在七脉会舞中拔得头筹 还要再下一番功夫 是 师父 六十年磨一剑哪 我们龙首峰 在历届中向来名词优异 不输其他个脉 这次也别给我丢脸 是 是 师父 展门 有密信 正魔纷争千年 火烧不尽 天之道 不争而善生 无为而有为 何必求权求其业 不争 无为 青云历派千年 为的就是扫荡血髓 还天下朗朗乾坤 自太古以来 正邪便是紫消笔长 知其白 守其黑 方为天下事 祖师祠堂一百年 竟磨灭了你的志气 青云历代 师祖在此 还不能让你误道 万物赋阴抱扬 正邪相随 天道如此 天道 天道无亲 更何况正邪有分 我求的是天下至亲至尽 今天我们出发参加七脉会舞 大家都要加把劲 是 大师兄 六师弟 你这玩意儿能行吗 你那笔也强不那么行吧 我可是以笔代剑 咱们大竹锋 书见封骨 小凡怎么还没来 对啊 是啊 小凡呢 小凡 你还在干嘛 小凡 你还在干嘛呢 小凡 就来了 好烫好烫 小凡 你别把房子给烧了 咱们马上要出发了 东西都带齐了啊 来吧 放心吧 带师兄 给 谢谢 小师弟 谢谢 谢谢小凡 刚刚才吃完饭 一会儿会饿的 带着路上去 谢谢小凡 来 小凡 你带着根黑乎乎的棍子干什么 七脉会舞是笔舞 你要带他 对啊 笔舞 必须用剑吗 当然不是 还有笔剑更棒的发宝 接着 笔舞当然要用剑了 不过小凡你别紧张 大家都知道你的本事 这次去就当找剑是了 我们出发吧 走 小凡 要不要跟着我的法宝一起飞行 你还是自己玩吧 我要跟师姐走 人都到齐了吧 师父 到齐了 大人 你带着老七 别让他从天上掉下去了 是 师父 你们俩 一人带一个 是 师父 梦要错过及时 你们也快一点 是 启程 要不要我们来组下 谁最快 行 设备好了吗 走吧 走 小师弟 我们也快走吧 那你把他也带上吧 谢谢大师兄 小师弟 抓紧吧 来 好 师弟 小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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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来 师姐 小师弟 快起来 看我们到哪了 大家都来了 今年大家的事情都很高 小白 你们是吧 快来 我们去前面看看 事先慢点 快来 别乱跑啊 别急我 别急我 你听说小珠 linkage的弟子来了 你在哪 来了吗 快去那边 开 给我 就是你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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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来了 就是你 就是你 别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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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血堂现在一蹶不振 势力衰弱 根本不足委屈 沧松师兄 看来你对魔教情况了如指掌啊 那万福谷窟地处空丧山 常人尽致必死啊 八百年前 那里曾是魔教练血堂老巢 如今虽然是危 可依然是危机四伏啊 既如此 不如各守家门 此次会舞旨在自强 自强才是青云大计嘛 师弟所言不错 可出魔未到更是我辈本分 我已借此魔教异动之事 团结焚香谷与天鹰子 请他们派出弟子 援手协作 无论情况如何 对我们来说 都算是个机会 莫非是要借此起脉会舞之计 正是 我打算这会舞四强弟子 前往万福谷窟探查究竟 此次优胜者 亦会成为我派中间之力 为未来计夺加历练 势在必行 要是没有什么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是 怎么办 不让跑啊 小师弟 小辉纵于你情深 但比武之事弄丑 总归欠妥 这么说来 宋师兄已修得三真体 不问陈世新了 文师妹 文师姐近来可好啊 自上次大师以后啊 我们大师兄 可是实时挂念师姐你呢 没有 我哪有实时挂念 那你就是不挂念我们师姐了 不不不 不是的 快看快看 龙首峰的弟子来了 龙首峰一脉 所然人都师姐了 天师妹 还记得我吗 秦 秦师兄 好 秦师兄 再度参加七脉会舞 想必这次是志在必得了 原来是文敏师姐 上届西拜于萧师兄令人扼腕 但经一家子精修 折冠之事必不可打 那是当然 只是我自治愚钝 本脉另有奇才姐妹 秦师兄可要小心了 能让文敏师姐 甘拜下风的奇才之人 小弟真想早日见识一下 此人的风采 机缘弱智 自能遇到 灵人师妹 我给你介绍小竹峰的姐妹 走啊 小凡 静语 感觉你比上次更厉害了 这没过多久啊 你也是啊 气韵啊大大的不凡了 我只是来长见识的 别丧气嘛 我还想和你比试比试呢 不用木剑 以清云弟子的身份 堂堂正正的圆梦 来我这儿 别乱跑 对不起啊 快点啊 小慧 你去哪儿了 看来这位小师弟 就是这猴子的主人了 我是大竹峰弟子 张小凡 小慧 老实的 这猴子脾气还真是暴躁 我这张帅气的脸 可不能让你给抓花了 这只三眼灵猴 可是画外异兽 从未有三眼灵猴 被驯化之时发生 你究竟怎么做的 三眼灵猴 是什么东西啊 是世间罕见的灵兽啊 现在它还没有开眼 与野猴无异 可一旦它开眼 乖乖 徒位 福于有训 夜惊于晴 荒于西 我派历代祖师 为警戒候 好 你看我 看我 我们书弟还是远亲呢 来 开个眼我瞧瞧 忘了做介绍啊 碧人姓曾 草子叔叔 是峰回峰的弟子 叔叔 笨 是书本的书 当年我娘本来给我取名叫曾英雄呢 偏偏我爹喜欢书便给我改叫叔叔了 曾英雄 还是叔叔比较好的呀 好什么好啊 现在害我见了每个人都要解释一遍 成了一生的笑柄 这个小家伙 这个小家伙叫小灰 真是个小灰呀 看你能炫富三眼灵猴 不简单呀 唉 继继观礼开始啦 哇 不愧是继继观礼 简直无助 七十万千 好厉害 难道我就只能来这里见识一下 死吧 还有一帘 啊 天尊 为尊 无量天尊 凌尊肯定是来助威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凌尊肯定是来助威的 大家安静 为了鼓励弟子操业求精 力争上游 这次大事还为最后的圣者 专设了奖品 那就是六合镜 一个镜子 虽然我们青鸣们第十代祖师 无方子真人传下的法不好 威力极大 只要灵力够强 就能反射一切攻击 进行比试 分别是 一对六十四 二对六十三 三对六十二 以此类罪 十号第二纹 最早是谁 自听从天命 抽签一试 现在开始 快撤掉了 撤掉了 别撤我了 慢了 现在我来叫号 叫到号的弟子 自爆尸臣和姓名 一号是谁 可是有人没有抢到辣丸 回禀仓宋师伯 在我这里 是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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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轮比赛的一号 因没有六十四号对手而轮空 直接进入第二轮 太好了 真是没人了 首轮晋级弟子张小凡 比赛现在开始 很多人 等一会 再ang 开始 这样看 这个好啊 好 受盈 等一会 快 去吧 写下来的笔是 由朝阳风先颠倒 对着大竹风填灵儿 我也去找找 我也去 此人不可小觑 上街会舞 他曾连伴两位高手 那是没上了 大竹风填灵儿 有礼了 师妹法宝是琥珀珠琳 还望手下刘青 怎么回事 你偷袭 这叫抢先手 妖宠小弟 小法师弟 咱们又见面了 你那猴子呢 怎么回事 曾师兄 我师姐正在比赛 山天斗居然要靠偷袭 陪她帮助一乱 放心吧 你师姐赢定了 对了 我风回风 有好多稀奇玩意儿 小心 等你直接比完了 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我有三铁裤子 等我再说 我还有黑白孔雀 没壳乌龟 拿他们换你小慧怎么办 曾师兄 我只和小慧投缘 不要雷下宝贝 这一招没用 陈师兄 小心了 三铁鱼 跟一 dol 淋一师妹 赃空 师兄 小师妹 承让 concluded 殹 什么 怎么回事 啊 热 开张 瑪 妙啊 没想到你师姐还留有后世 厉害厉害 我 还有个好东西 解释孤本 我换了好大心血才得来的 这么珍贵的书 我受不起 你别急啊 不要了 拿着 你先看看再说 什么局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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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小白 小白 怎么样 我厉害吧 师姐 你赢了 我刚刚的比赛 你没看 看了看了 师姐不愧得了师父的真传 赢得精彩 回馈了 你说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陆雪奇 陆雪奇 快给我来 今天有眼福了 别急我 武功更高 陆师妹 我是龙守峰弟子方超 能与师妹比武切磋 真是三生有限 方师兄有礼 请方师兄出招吧 再满手 更好 我说 他死就做овал 帮你 了 他死就做了 他死就做了 怒师妹们还不复杀 师父这么恨的怒师妹 咱们小竹风一脉的干系 都在她身上 好好观战 不要作严 师父 怒师妹再也不出手 恐怕就没有异服之地 怒师妹 小心了 小心 小竹风陆雪奇弟子 晋级三十二强 人美 心冷 无福消瘦啊 胜便胜了 毁人先见 师妹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弟子 学艺不经 莫怨旁人 同属青云弟子 却对同门下狠手 一场比武至于吗 不过水月师妹 你这弟子教得不错 难怪你把天涯都传了他 哎呀 羡慕 羡慕啊 走了走了 后面比赛想必更精彩啊 陆师姐 陆师姐 对呀 瓜哥那招好棒啊 现在你再教我 怎么样 是不是看上了 和你师姐弟如何 别胡说 封回封 曾叔叔 本来砍赠了台比诗 曾叔叔 哎呀 我还有比试 张师弟 我先过去了 你记得来跟我加油啊 大家的名字都在上面 路雪岌 露雪岌 鹿雪岌 师姐 师姐 明天你要给我加油哦 师姐 天师妹 别被人看见了 走 好 天太晚了 我送你回去 好 是啊 师妹 你看那边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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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怎么漏黑了 小师爹 你看完了吗 好样的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走走走 师姐 快点 师姐 训字台 大独风张小凡 对阵朝亮风 楚御虹 或许大家都认为 我是个没希望的人吧 还不拔剑吗 张师弟 你要认输 我也不为难你 谁要认输了 这回可认输 我还没出招呢 你这武器到别致啊 是什么法宝 我叫他烧火棍 哈哈哈哈 你们大竹风可真有趣 我记得还有位杜师兄 弄了三颗头子当法宝 嘿嘿嘿 有意思 真有意思 好吧 就让我来领教张师弟的 独门武器 小凡师弟 还有我在支持你呢 喂 嘿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心啊 别被剑毛吞噬了 快 输吧 小心啊 伤得很重啊 我的天哪 大竹风弟子张小凡 进阶十六强 说 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什么黑幕 楚玉红可是夺冠大热门 咱们小师弟咋就赢了 对呀 凭什么你赌小师弟赌赢了 我们就全都赔个底儿掉啊 喂 咱们几个 可就我支持小师弟 你们这些没意义起来 活该说 我守夜三年 师父才给我一颗小黄丹 还被你给骗去了 我不认 就愿赌服输 不认不行 你输了 给我 我先替你们保管着 好啊你们几个 居然用小师弟当赌注 小师弟 可是我们大竹风的骄傲 杜碧叔 你少套进我 还不快给小凡道歉 怎么 赢了一轮比赛 就要上天了吗 师父 师娘 爹 娘 个个上台手忙脚乱 故此失彼 要不是你们运气好 现在全都缠满绷带 躺平了 明明就是对手们太弱了 别得意 你那场怎么赢的 怕是你自己都稀里糊涂吧 我 你知不知道你下一场的对手 是陆雪奇 他是今年最有希望夺冠的人选 凭什么我就不能是大竹风的夺冠希望 灵儿 不可如此骄纵 还有你 老七 别以为赢了一场 就骄傲轻敌 明天也别给我丢脸 是 师父 对对对 小师弟这场赢得漂亮 你呀你 小黄丹是疗伤妙药 不是你们的毒本 毒性蛮蛮 不把今天的事说清楚 谁都走不了 谁再和你这个骗子躲啊 谁就是棒水 鹏昌 叔叔 这个鹏昌 我已经交代过了 一会儿开战 让你输得体面点 不 你也记着就拨下驴啊 意思一下就得了 别当真 你怎么盼着我输呢 你 什么 我是怕你受伤 记着我说的话啊 这算是山友善报嘛 这算是山友善报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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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竹风还有修为高明的人 就是 可惜了田不易失出一身本事 是啊 我们大竹风也一直在刻骨修炼的 小师弟 出拳要快 目标要准 腿如盤根 练的是深定 壁挂玄钟 练的是弯心 背似竹亭 练的是手当 守节法印 这是 什么来着 守节法印 练的是奉玄 师娘 手 手动不了了 空有主体无节气 怎么守当 只挂玄钟不闻经 怎么关心 妄谈盘根缺筋骨 怎么深定 师娘 小师弟 快帮我刚才教你的 太极玄清道口诀 背给师娘听 第一堂是怨气 修炼之人 静坐之下 放开心眼 静置珠般烦满 妙啊 以气驱动虎坡出灵 灵儿师妹已经掌握玉武法门了 借此与天地以兮 静儿靠 天地造 小师弟 学会了吗 你好笨啊 看 像这样 这样 然后这样 谢谢师父 多谢师父 他愣着干嘛 都给我好好练功 师父 我会努力的 小凡加油 加油啊 在下 封回封弟子 彭昌 请张师弟赐教 亮发宝吧 大株封门下弟子 张小凡 见过彭师兄 来 张师弟别担心 我有分寸 张师弟 做样子也不必将法宝包起来这么敷衍吧 不包着他 他会伤到人 原来是怕伤到我 本来还想卖曾叔叔个面子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可恶 今天不打你们三欢五宿 我跟你姓 怎么还叫姐姐来了 姐儿 不是说你 闭嘴一下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俩人怎么回事 陆雪奇的比试也开始了 没去看真是可惜了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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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妹一胜 小师妹 小师妹 小师妹一胜 大株封的弟子比真丑 就是 有必要害那么大胜吗 齐浩师兄 明儿师妹 我相信你 这齐浩可真是殷勤啊 龙手封弟子的比赛不看 考这儿 不妙 这下师妹的心思 可没法放在比赛上了 陆师姐 咱们速战速决吧 请指教 孝凡不妙啊 嗯 坐对 vorne 就好 Ala 你好 陸池姐 你的天涯神剑不出窍吗 小心了 我要夺你的剑 师妹的琥珀珠灵 果然非同寻常 师姐的意思 我就靠法宝厉害 修为不行了 是吗 宇人师妹 小心 宇人师妹 宇人师妹 承让 小竹丰弟子陆雪崎 晋级八强 简直就是乱来 意料中的结局 师父 谁帮你打成这样 赢就赢了 为何伤人如此之重 师父 是我 是我赢了 什么 是你赢了 赢了 赢了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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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呆啊 快来扶着 小凡 小凡 你怎么样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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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老齐能连赢两场 原来是这个缘故 什么缘故 他这一身太极玄青道 明明只应该学到第二层 为何却到了第四层 你是不是瞧错了 这些年你我教了什么 教到哪里 可都是有分寸的呀 让我知道是谁偷授老七功法 绝绕不了他 放眼大竹风 除了凌儿那孩子 还有谁敢私自传授太极玄青道 给老七呢 提到他我就来气 比赛输在轻敌上 刚才说他几句 还敢顶嘴 你呢 是因为绫儿比赛输了 才生气的吗 你是害怕闺女的魂 被人给勾跑了吧 不对吗 这才多大 就敢私定终身 反了他 女儿大了 心思也大了 你个当爹的 说较钱 就不能给女儿留点余地呀 还有他看上的那家伙 我就是瞧不上 沧松能交出什么好东西 你呀 婀 咳 基本要找他 师兄 凭什么 爹娘凭什么骂我 他们不替我的幸福着想就算了 还不让我自己去找 比尤其是爹 他心里只有门派之间 只有大竹风的脸面 根本就没有我 我才不管呢 我一定要和齐浩师兄在一起 我们山盟寒试过了 就算爹娘再怎么反对 就算等到海枯实来 我们也会在一起的 师姐 这家真幸运 本来八强 他得对长剑 就是啊 长剑和宋大人两百血伤 都给他占美了 这孩子 身体还未完全康复 是啊 不知道他瘦不瘦得住 今年大竹风 站在最后的居然是他 还真是让人意外 他不在 他去看齐浩的鄙视了 小竹风陆雪奇 请赐教 我是大竹风张晓凡 请师姐千万莫要手下留情 莫要手下留情 莫要手下留情 好 难道 难道 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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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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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竹丰弟子陆雪奇晋级决赛 水月师妹 恭喜你门下出了一名高徒 师兄过誉了 大竹丰的这个张小凡 张门师兄不觉得奇怪吗 他区区一个玉清净 直到第四层的弟子 居然持有一件 能匹敌天涯这般西式神兵的法宝 而且这宝物邪气深重 绝非我青云门所有 倒似血炼之物 实在匪夷所思 张门师兄 青云门千年生育 容不得半点差池 姿势体大 容后在意吧 小师弟什么时候行啊 对啊 要不要紧 咱们去那边说 好好好 我走 小师弟这次能保命啊 已经很不容易 师父为他不惜耗费真远 听说掌门真人传信的事 好像说小师弟的烧火棍 是血炼之物 啊 血炼之物 血炼之物 不是得以鲜血为瘾 连魔教中人都不敢清 所以啊 听说张门要亲自 审了小师弟的 我 我 i 词 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小凡之话绝不可信 他这棍子分明是血链之物 苍松师傅 弟子真的没有 血链之法阴险恶毒 若非魔教妖人 怎会由此剑士法力锻造此宝 他定是奸细 他若真是奸细 怎会在众目睽睽下施展法宝 魔教妖人本来就行径难测 做出些古怪事情 有何足为奇 你这不是抢词夺理 张小凡入门五年 从未下山 哪里去认识什么魔教妖人 我看他就是魔教处心积虑 安插进青云门的奸细 按青云刑法 当斩 谁敢动他 放肆 掌门师兄 掌门师兄 这张小凡属实可疑 不如让我带我去 仔细审满 势必查清楚他与魔教的关系 让你带我去 这法宝虽有凶煞之气 但内敛其中 不像是从前见过的魔教凶物 掌门师兄 魔教妖人凶险恶毒 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呀 我青云门自居正道 一向光明正大 宁可放过也不杀错 否则我们与魔道中人 有何区别 我 苍松师弟 你道行虽身 但仍需前修道理 参悟道法才是 张小凡 你在此次七脉会晤中 名列第四 现在 命你与其余前三名 一同下山力量 不负青云门的栽培之恩 是 此物非你不可去用 先收回去吧 多谢掌门师父 我等毕不负师们重望 斩妖除魔 小凡 快跟上 舍不得离开吗 感觉和我五年前 上山一样 什么都没变 青云门千年来都一样 从来变得只是人 此次任务重大 掌门师父特许我们 可在山顶直接遇见 是 七师 我们等 飞在天上的感觉 真好 真好 你们看 河阳城到了 方圆百里之内 这可是最大 最大最繁华的地方 快走 大家都快跟上 小凡 你怎么这么慢 我刚学会去用法宝 玉空之法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进城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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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闹呀 无愧是中严最大的成人 看起来都很好玩的样子 叔叔师弟 就是玩心态主 好多东西 好多人啊 好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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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过品香这么好的葫芦 正是要见 好吧好吧 看 他们是青蜜弟子啊 哇 心神不凡啊 热腾腾的八老炒年糕来了 好吃啊 这不回是山海院的 客官喜欢吃 本店的葫芦 让你们见识一下 这个是何阳城最好的酒楼 好多客人 客官里面请啊 哪儿 这花都细了 菜还没上啊 客官您担待啊 我这就去随后厨 这山海院 不仅饭菜色味俱佳 环境也甚至雅致 这里好气派啊 那是当然 各位仙长 请上座 来来来 陆师姐 你坐这儿 我坐这边就好 好 这 齐师兄 小凡 多坐多坐 好 快点啊 叔叔 这里都有些什么好吃的 几位上演 和阳特色 我来看看啊 铁鲤鸡 东坡肉 三鲜蘑菇汤 麻辣豆腐 对了 还有招牌菜 清炖魅鱼 好嘞 叔叔 你对这里怎么这么熟 我来过很多次了 不过 都是偷跑下山的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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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仙长 上菜了 有事只管吩咐 吃慢用 好香啊 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大家都开吧 小凡 你吃慢点 清炖魅鱼来喽 清炖魅鱼 清炖魅鱼 本店招牌粉 各位仙长 尝尝 加了香片去腥 清香滑嫩入口香甜 还是清炖的 厉害 果然是招牌菜 哎呀 果然是行家呀 但不瞒您说 要是没有这 最新鲜的魅鱼 神仙也做不出 这样妙的滋味啊 有道理 什么最新鲜的魅鱼 分明是骗人 把这当招牌菜 我看你们山海运的 招牌不想要了 哎 这位姑娘 小二 我问你 魅鱼产地朱沟山巨子千里 你这魅鱼运来 只怕都死了半月有鱼了吧 哎 姑娘 您有所不知 魅鱼本产朱沟山没错 可是多年前 道玄仙长 将鱼种带回 养在了清云洪川中 河阳城里的剑 自然也有新鲜魅鱼了 可不是吗 我们游四口福 多亏了道玄仙长啊 是啊 道玄仙长 这魅鱼养在青云山 沾了青云门的光 变成了稀罕的宝贝 青云门就很了不起吗 听起来 这堂堂青云门 好好地正事不做 倒像是专门咬鱼的了 碧瑶 哎呀 快回来 不可多事 何气生财嘛 小店给两桌多送些果品 啊 将将火 将将火 果品不用了 本来就没什么火气 这外面不比青云门 我们都歇了吧 明早还要赶路呢 嗯 哎 启师兄 别担心 这河阳城里 一向太平得很啊 哦 你等一下 陆师姐 我�� 就是长河阳城里 我的意思是 你 如果 我 李 我 陆师姐 有何吩咐 要没什么事 我们还是各自早些休息 明日 我问你 那天 你为什么在最后一刻 放弃 那天 莫非 你是故意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小凡学艺不经 让陆师姐见笑 还多亏陆师姐手下留情 你 我知道了 陆师姐 我 痛好痛 又做噩梦了 是汤 这花开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摘了它 原来是你 我摘了这花 闻了它的香味 是这花三世修来的福分 你这是怎么冒出来的 白天多事也就算了 晚上还要到处管闲事吗 我 我不是 你什么你啊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这花被你摘下了 命就没了 哪里来的什么福分 你又不是花 你怎么知道 你也不是花 你又怎么知道 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你看 花上还有露水 分明就是 它疼得哭出来的花泪 花泪 我生命还是第一次 听见一个大男人 把露珠说成是花的眼泪 笑死我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那我问你 究竟是我好看 还是花好看 我 你 你好看 你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张 张 小凡 张 小凡 嗯 我想也是 从小到大 谁不说我漂亮 你们男人 都是一个样子 你 真想烦 花儿啊 我真羡慕你 这世上还有人联系你的花泪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这四个人确实是青云门下 带头的是龙守风一脉的齐浩 其他三个不曾见过 看来是年轻一辈 不知性命 我知道一个 刚刚过去那个人 叫做张小凡 张小凡 好土的名字 碧莹 这花 妖鱼 这花美吗 像不像我的法宝 我记得这种小话 新年开遍了湖岐山 自从你娘过时候 尤姨 不要跟我提起她 碧莹 你是宗主的掌上明珠 宗主的心里 一直是很疼爱你的 她若是真的疼爱我 为何周年都不肯见我 为何又 只恨当年 我连累母亲惨死 苏是母亲还在 我们一家人 或许就不是这样了吧 碧莹 你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母亲为何将她留给我的法宝 取名为伤心花 伤心花 伤心人 尤姨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好吧 碧莹 记住 我们此去空桑山 非同小可 这一路上 你要打起十二分的小心 不可像白天 你要任性 放心吧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山精魅怪之后 八百年前 还是魔教妖人聚集之地 小白 你怕不怕 怕什么怕 我们都飞了十天了 怎么还没到啊 应该快了吧 不知道 焚香谷与天一寺的人 到了没有 大家小心 此处荒凉诡异 七景都上山了 那 那是什么 大大小心 小鸡 陆师姐呢 陆师姐呢 什么东西 这是空桑山血湖 钻石炎精血 这里是 万古古窟 太疯 快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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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三打独动 陆师姐 小心 可恶 这些蝙蝠 怎么不怕 傻瓜 怎么办 请你闹 卸胡叙光 怕光 都跑走了 逃过一起 阿弥陀佛 天音寺 法相 法山 焚香谷里寻 燕红 我等应邀来迟 莫怪 岂敢 岂别师兄前来持远 青云弟子谢过 我们既已聚齐 不妨 眼下就进洞吧 正好 我们一鼓作戒 杀进去 刚刚那些蝙蝠 乃是当年 魔教续养的义种 凶蛮残忍 本为魔教帮凶 没想到 魔教覆灭后 他们依然残存下来 可见古怪 诸位 切要小心 张师弟 前头奸行 你可跟在我的身后 多谢法相师兄 你认识我 此次七脉会晤 一鸣惊人哪 惭愧 惭愧 马上就要到深处了 小时候 我进过这样的洞 深处都是暗洞 我们要小心 张师弟 儿时的事 你还如此记忆犹新吗 儿时的事 停 怎么了 有动静 什么呀 鬼鬼祟祟的 他们出来 是魔教妖人 啊 跑啊 我们快追 别走散了 大家小心 站后面 快追 神 hvor可 你是鬼 大家 Deus 保ani 出来 naszej 你必须还败着你 言 khufqqqqqqq haaD Sophia 仙草鲜血的味道 师兄 小军是人 小军哪身了 住 师兄 我们合力 正到后继无人了吗 几根嫩牙 创什么老头目的 是你老大 你竟然还没死 你没机会回去报信了 快走开 邪男你开刀 张师弟 老大 老怪物 不计品本的臭小子 你让我洗干你的精血吧 放开 放开 三 怎么回事 没动静了 老大 我过去看看 妖人 休逃 不知天高地厚 受死了吧 上 老婶 老三 你怎么成这样了 这 我做了什么 这小子你 我 吸血大法 什么 吸血大法 你可是吸血龙 老前辈门下 没事吧 陆师姐 我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做得不错 老大 让老三死啊 你说什么 老三死了 先撤 给我等着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凡 小凡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先话少去 快追 我们走 小凡 快跟上 大家千万别走菜 前面出口有光 小心有诈 骑师兄也太乳马了 没准魔教妖人 就在前面埋伏 死灵渊 阴灵死魂 拒于渊 我们竟到了 炼血塘进地 大家务必小心 正好 我们在此 把魔教妖人 一网打尽 我 张师弟 魏师妹 灵渊 江湖师弟 张师弟 陆师妹 妖人 先生 正道就派来这么几个小杂碎 妖魔小丑还敢猖 今日便是你等死期 那女子皮囊生得真不错 不剥下来收藏可惜了 别狗爷爷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 咱们练血堂 好久没打开杀戒了 就凭你们几个 真是不知死活 上 山河山 红杀 小心 小心 别狗爷爷 要我来啦 你死吧 救人 请给我来吧 躲躲他们来 属辈 人呢 老大 这逐个击破的方法 妖魔 要你小命 要你小命 妖人 妖人 陆师姐 真是碍事儿 臭娘们 今天我就让他们做一顿黄敏鸳鸭 拥兵兵 优兵 啊 你死办老大 我先走 真是个角色美人 可惜落在我手 卢师姐 我先走 真是个角色美人 可惜落在我手里了 卢师姐 杨女 放开卢师姐 不要管我 快处妖人 住手 小发 卢师姐 小发 琴致 我们一个也别想逃得掉 谁要逃了 什么要说 是摩眼 不要赞你们血迹赤魔眼 这棍子居然能磕我赤魔眼 陆师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但天涯剑被他法宝压制了 师姐 你先撤 我去挡住他们 专师弟 看不起我吗 小心 这是你 小凡 陆师姐 有人 和你们骗了 快抓住我 陆师姐 我要松手 陆师姐 不用管我了 不许松手 陆师姐 我们是火眼神卡 你们的法宝如同废铁 不如给我磕几个小头 清雪 能让你们少受点折磨 小摩 杀了你们 给小法和陆师姐 报仇 老大 他们竟然还有帮手 咱们练宝的场地 被他们毁了 什么 去 六和剑 老大 我们还是跟你撤吧 干掉两个 老三也算没白死 走 追 毕专长 我们快去找张师弟 和陆师妹 这是呢 我不是掉下深渊了 上面的洞口怎么没了 赵师弟 好处了伤 这样下去会有危险 得赶紧离开这里 这洞笛到底有什么旋迹 怎么会把我们传送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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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没完没了 想不到我今日会跟你死在一起 这些东西没完 你 糟糕 我气息已乱 赵师弟 快醒醒 唯有死战 放有一丝生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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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都不了了 啊 赵师弟 醒醒 放开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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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你 陸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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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陸世杰 我祝你疗伤 陸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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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逞强 不要输了 禀吸名神 陸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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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是谁 张少侠 道法果然不俗 自杀还愿意别 咱们竟然又相见了 陆师姐 你没事吧 是你 你怎么也在这里 来此地的人 无非是为了争夺滴血灯的东西 请问张少侠 找到滴血灯了吗 什么滴血灯 你们正道之人可真会撞糊涂 可我也不能由着你们和我们抢 是吧 又宜 把他们擒下 交给宗族一位 你快走 小组一起走 是 是什么 是什么 等待 别兴趣王头 黑水学生的寻找活物 你快跑 上师弟 上师弟 傻官 你激怒他了 路师姐 要走 一起走 龙师姐 你没事吧 好 我就看你究竟多厉害 不要冲动 毕妖 我们还有证据 连奇现在不联手 谁也跑不了 喂 抓里 大蛇 看伤 傻小子 快出来 为何救我 我们正活不了力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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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小子 骨头都断了还逞强 与你无关 你这家伙 刚才要不是我 你现在可早灯急落了 魔教妖人 救我爷必然没报什么好心 你叫我什么 魔教妖人 就凭你刚才说 让我们去见什么宗主 我就已经猜到了 现在你也只能和我这个魔教妖人 困在山洞里 谁要跟你困在这 自己伤成这样 想死就去吧 你就是想出去见你那个师姐吧 你笑什么 好 那咱们就看看谁先从这出去 魔教妖人也没抓到 连张师弟和陆师姐都丢了 骑师兄 曾师弟 大家 陆师妹 好 陆师姐 小凡师弟呢 张小凡 张小凡 快 大家分开找找 嗯 张师弟 张小凡 张师弟 张小凡 张小凡 这个妖女 真是讨厌 别挡我的档 路这么快 谁挡你的档 喂 哼 又是插口 难道我真的要困死在这儿了 你不是往那边走的吗 我要先找这边的路不行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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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根本就是条死路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这是你魔教的地盘 我哪知道你会不会看出什么密道机关啊 你 懒得和你变 哼 哼 哼 你说什么 啊 我痛 哼 哼 滴血的石头 在哪里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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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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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凡 我不叫喽 我有名字 记住了 我叫碧阳 碧阳 这是 是啊 你做了什么 这里好黑啊 胆小鬼 没想到这就是传闻中的滴血洞 滴血洞 难道你就是八百年前 威震天下的黑星老人 五十毒 果然你就是黑星老鬼 都这样了 你还认得出 她可是八百年前炼血堂的宗主 让炼血堂威风了好些年 当时凭噬血珠成为最强门派 这滴血洞就是黑星老鬼藏宝的地方 没想到什么都没有 喂 喂 你怎么了 好 好了 这么烫 嗯 这么烫 公公还那么丑强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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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鬼 你杀了我爹娘 杀了全村的人 我和你比我 什么小凡 娘 不要 不要 你 小凡不想一个人 原来 你是孤儿 小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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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冷了 不冷了 我在这儿陪着你 陆师妹 我们已寻张师弟多日了 依旧毫无踪迹 眼下魔教已被打草惊蛇 速将这里情况 禀报掌门 才是最紧要的 你们回 我自行找 阿弥陀佛 吉人自有天相 小凡道有 非搏命之人 自毁无事 陆师姐 不如我们且先回去 凑请掌门多派专职搜寻的弟子前来 方式量测 好 开心 你给阅读 你给我 好 好 好 你 好 可以动了 干粮都让我吃了吗 滚啊 吓死我了 无意冒犯 无意冒犯 张小凡 你做了什么 不关我的事 难道是出口 你别乱来 你个胆小鬼 是不是怕黑啊 你刚才到底做了什么 那骷髅头自己掉地上了 我就捡起来 把它放回去了 你居然还捡起来 这黑心老鬼心思可真多 机关竟然藏于尸骨之下 这边 方辛苦 忍回顾 悔不及 难相处 精灵清脆 是血物 医生总 医生总 医生总是什么 怎么没想完啊 谁呢 神呢 圣教种地 不要乱查 否则怎么死都不知道 我 这是 明王 圣母 天煞明王 幽冥圣母在上 圣教第四十三代弟子碧瑶 诚心拜见 愿两位尊者垂帘世人 度化众生 赐我福祉 哼 邪神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空 这是什么意思 空的 又是空的 黑心老鬼把东西都藏哪儿了 小心 又是骨尸毒 尽是些歪门邪术 黑心老鬼用这剧毒守着什么宝贝 喂 有什么好怕的 铃铛 用这么厉害的骨尸毒 竟然就只守着一对铃铛 声音还挺好听的 也不知道黑心老鬼为什么要这么藏着 难道 这是荷欢铃 这是精灵复燃的荷欢铃 不就是一对普通的铃铛了 普通的铃铛 精灵夫人是圣教中荷欢派一脉的开派祖师 聪慧绝顶 道法高深 她修炼的荷欢铃威力绝伦 可深人心魄 谢魔外道 你懂什么 百年前你们正道 不知有多少人败在精灵夫人手下 不过 荷欢派的质宝 为什么会再练血糖 精灵痴情 是血物 精灵是血 困在这里还能笑得出来 想不到这精灵夫人和黑心老鬼 在八百年前竟然是一对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吗 你要知道 练血糖和荷欢派家 当时可是死的 哼 什么悔不及难相处 无情人 我看分明是这黑心老鬼最后赴了仙 她这么珍重地保护精灵夫人的灵道 肯定不是无情无义 这能说明什么 精灵夫人还不是为她吃苦一生 无情 她也不会写出那样苦的事 想不到你还会为圣教的人说话 怎么了 忧命鬼火 快退后 赵小凡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是 天书 这是天书 天书 天书是什么 天书可是圣教的经典 我们所有的神童大法 都是从这天书上领悟得来的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东西地中 乃天地之心见也 这不是大饭般若里面的吗 不 这不可能 收小凡 天地人自然 无为无造也 这是 太极神清道 怎么会这样 魔教的天书里 怎么会有佛道的功法 你没事吧 这真是你们魔教的天书吗 不 当然是我们圣教的 庄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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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教的天书 和道家还有佛家如此雷同 我 为什么会这样 掌门真人 一定会派人去找张师弟 你不要太担心 好好养伤 明王尊者 圣母娘娘 弟子难道 我 就打不开山洞了吗 要不是我吃光了你的干粮 你也许还能多活几日 多活几日又能如何 能多活几日 便多一点机会 你怕死吗 我无心无挂 有何可怕 你不想何时见你的师姐吗 师姐 你 你干什么 你杀了我吧 你 你说什么 杀了我 杀了我之后 你并可使我之肉 多活一段食欲 我将果然妖女 这种事也做了出来 你口口声声说要除魔未到 现在就是机会 还等什么 快动手啊 你怕什么 魔教妖女就在你眼前 动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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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动手啊 你简直不可理喻 你 你不杀我 好 我自己来 住手 干什么 你放手 不要 你放手啊 快放手 活死了 你便可以活下去 你快放手 好 好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等死的滋味是怎样的 那年我六岁 娘亲带我去见我姥姥 不知怎么被你们正道获知消息 添一次的恶僧仆芳 释放浮屠金箔江整座六湖洞镇塔 帮我和娘亲 还有姥姥 都活埋在地底 姥姥因为伤势太重 很快就走了 我很害怕 但娘亲一直告诉我说 小药不怕 爹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可爹一直都没来 我们被埋在那漆黑的洞里 只有岩石间几滴水滴落 我好怕 肚子饿 找着娘亲要东西吃 娘亲一次次在洞里找 什么都找不到 可那时我太饿了 只会吵闹 是我 是我害死了娘亲 忽然有一天 娘亲每隔一段时间 给我找了一片 以后我就活下来 可我娘 我娘亲 终于我听见我爹叫我和娘的名字 接着爹跳下来 他先看到我娘的尸体才看到我 他的脸色好可怕 我虽然小 但我知道他那时真的要杀我 不会的 不会的 杀他这个亲生女儿 好该死 娘 娘 爹 你别乱想 你爹不是救你了吗 你爹没怪你 杀他 明王圣母 弟子碧遥 叩谢神恩 弟子星节 终得开茧 弟子月死后 侍奉冥王圣母 幽魂常伴圣相左右 拜些神如果有用 我们就不用死在这儿了 圣教中不知道多少人 想和我死一块 偏就你不知好歹 我要死了 若能埋在大竹风 便是死而无怨了 圣母娘娘 张小凡中非圣教中人 不得殉教 求您援他夙愿 让他重回大竹风 与他 心爱的人在一起 弟子诚心叩拜 一切请愿 这是 三生七世 永堕阎罗 只为秦顾 虽死不悔 这是 是 是 是执行咒 这段咒文 是我圣教的一位女士族 从天书上领悟而出的 只能女子修炼 以一身精血 化为利咒 威力绝伦 可把你的领导拿来 原来这竟然是出口的机关 小心 这里要塌了 我们快走 快走啊 还在等什么 快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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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出来了 撒上我的蜜汁调料 好了 给你 就这样 你怎么也和我一样 笨手笨脚的 我给你去量 吃吧 有那么难吃吗 这是我一生中 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吃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